在上节课的内容当中呢 我们主要讲到的是我们这边的多线工具 点工具 还有我们的一些关于模块的工具 好在这边我也说过了 在我们的在做一些室内设计的图形当中呢 我们的快工具是非常的重要的 我们会用到一些比如说层高 还有我们的模型的调入 这边Ctrl加Z,Ctrl加V 当然我们在后面讲到的多线当中呢 我们绘制一些墙体的时候也是非常的重要 所以在这边上节课的内容 希望大家仔细的练习一下 好在这边我们这一节课呢 我们来看我们工具栏当中啊 绘图工具栏里面 现在呢只剩下我们的一个叫面玉 还有一个表格还有文字工具 所以这几课的前开始呢 我们先把我们的绘图工具栏先结束掉 好首先我们看到的是这个叫做面玉工具 面玉工具 面玉工具它主要的一个内容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光标放在这边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状态栏上面显示的一个内容 好放在这边 我们状态栏显示 它说将一个包含的封闭区域的对象转化为面玉对象 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将我的一个封闭的对象转换成一个面 好来举一个例子给大家看一下 我在这边绘制一个圆 然后呢我用直线绘制一些封闭的对象在这里 好绘制两个对象 面玉工面玉的创建呢是非常的简单 好你选择面玉工具之后 好这个要稍微等一下好来了 让我们选择一下我需要创建的对象之后呢 点击确定键 来看一下mini栏的提示 它已经说了以创建一个面玉 好但是已经创建好了之后 我们是不是发现这两个对象根本没有什么区别 没有太多的区别 好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到试图菜单栏当中 我们找到一个叫做视觉样式到概念当中 我们再来观察一下现在两个人看出了区别了吧 好一个呢是我们的面啊一个还是我们的几条线条 接着我再次选择面玉工具将这几条线我也来创建起来 我们看到是不是都成为了面对象 好这个面把它创建的面玉有什么作用啊 这个面玉工具呢在我们二维当中的一个运用呢不是非常的广泛 它主要体现在我们的CED三维当中 好再等一下在我们的练习题当中呢我们有一些题目可以简单的演示给大家看一下 好在这边我们看到了面玉的一个样式之后 面玉呢它还存在一个功能 什么功能呢运算的功能 这个运算的功能呢 好又到了另外的一个菜单栏叫做修改菜单栏里面 实体编辑当中 好我们看到这边是不是有一个并级 差级和交级 这边三个交级并级差级 好交并差这个我们肯定已经比较熟悉了 因为数学当中呢 我们老师已经跟我们讲的比较的详细了 三种运算 好在这边我来简单的演示一下 首先呢我绘制两个圆出来 好我绘制两个圆 两个圆出来我刚才说了 这个面玉工具的运算一定要对于面玉对象 所以我选择面玉工具将它们两个都创建出来 好创建好了 创建好之后我们来到修改里面 实体编辑我们先来看交集 交集的话我们都知道它是两个对象或者更多的对象 同时相交的部分保留下来 所以既然是同时相交的话 我们肯定是同时来选择这些对象 同时选一下 好点击确定键 我们看到是不是保留下中间这一部分 好非常的简单 好撤销一下 Ctrl加Z撤销了刚才的步骤 这个交集呢我们能明白 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的 比如说并集 并集的话也就是两个或者更多的对象 同时合并成一个整体 所以我们选择对象的时候呢 依然是同时来选择 同时选择 点击确定之后 是不是就合为了一个整体 非常的简单吧 好再来看一下我们稍微有一点变化的插击工具 插击呢也是在这边 好插击 为什么说插击稍微的有一定的变化呢 因为插击是一个对象减去另一个对象 所以它有先后的一个顺序 所以我们可以以这个大元减去小元 也可以以小元减掉大元 所以这个时候我如果用小大元减小元的话 看清楚了 我就先选择大元 记住点击确定键 再去选择你要减去的小元 点击确定 我们看到是不是一个月亮的一个形状啊 这就被我们用插击工具减出来了 好 当然这个插击在这边呢 比较的简单 我们的运用起来比较的方便 但是在这边我们来看一个图形 对于很多的对象的话 我们应该怎么来进行一个 怎么去把它减去 好 我们到我们的作业当中 当然大家练习的时候 都可以对照着我们的这些作业 把它练习出来 好 第五节课当中 我们来找到一个图形来看一下 好 这样的一个图形 首先呢 我们看到它是一个整体 我们可以到我们的视觉样式当中 也就是视图在单栏 视觉样式里面 概念这个样式当中 来观察一下它的一个样式 好 这时候我们看到 它都是一个面郁的对象 那么我们怎么把它做出来 其实这个图形 我们上节课 其实已经让大家做过了一次 好 我们再来试一遍 首先一个大圆230 中间一个小圆呢 是100 再画一个向线点上 画一个半径为22的一个小圆 这个时候我上节课是怎么说的 还记得吧 我把这个小圆定数等分 等分在这个大圆上 所以既然要等定数等分的话 首先我可能要创建块 好 在这边创建块工具不能用 上节课呢 我也是不都讲过了 好 直接输入这个Rede EFINE这一点来进行操作 好 写一下Rede FINE 好 输入块的一个会计名称 ELCK 好 然后呢 再使用创建块工具 比如说001 基点 原型上 再来选一下这个对象 好的 选择好了之后 点击确定 然后呢 到绘图当中 点工具 定数等分 等分的对象 我们的大圆 但是这个时候我要使用的是块工具 好 进入到块命令当中 块的名称 001 对齐我们的对象 好 块的数目20个 是不是就出来了 出来之后 我们要用面语工具 将它们进行一个面语 好 我们看到 是不是只有两个面语啊 他说已创建两个面语 所以呢 大圆和中间的这个小圆创建成功了 而周围的这一圈小圆 是不是没有 为什么没有 因为我们的块对象 是不是不好修改啊 不好修改的 所以怎么办 还是上节课的内容 上节课的内容 我们是不是要进行一个 用分解工具 分解即可 好 分解工具 这边呢 肯定也是不可以用的 好 直接REDE FRNE EXPLODE 我们的分解的名称 把它分解一下 分解一下 好 分解掉了之后 我们就可以把它 创建 成面语了 好 看到没有 创建成功之后 我们用插击来剪一遍 试一试 到我们的修改里面 实体编辑 插击 我们的大圆 大圆 好 点击确定 再来选拨 再来选择小圆 点击确定 我们看到 这个时候 中间的这一块内容 是不是就已经被我们剪掉了 非常的简单 当然如果说 我再把这一圈小圆 剪去的话 我总不可能一个个的去选吧 好 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修改 实体编辑 插击 先选择大圆 点击确定键 好 怎么来选择这些小圆呢 我全部把它框选在内 但是全部把它框选在内 同学们肯定会发现 我是不是把我的这个 大的这个对象 也框在了里面了 对不对 好 但是大的对象框在里面了 没关系 因为自身和自身是无法进行减的 也就是自己不能减掉自己 好 所以呢 点直接确定就OK了 多选了自己是没关系的 多选自己没关系的 所以这个图形是不是就出来了 好 出来之后呢 我们的这个图形就绘制好了 好 在这边呢 我来简单的绘制一个三维的对象 给大家看一看 好 因为呢 这个面鱼工具主要运用啊 是在三维当中 好 做一个简单的操作 大家了解一下啊 试图当中 我选择一个三维试图 大家有没有看到 这边的一个对象 是一个 这个齿轮的一个图形啊 我也可以把它变成一个齿轮的图形 好 拉伸一下 那看一下 它是不是也变成了这样的一个造型 明白了没有 也就是说大家简单的了解了解 好 在这边呢 我们的面鱼工具 面鱼工具 大家了解 都了解一下 因为如果要在三维当中学习的话 这个面鱼工具还是非常的重要的 好的 我们来把我们的面鱼的一些重要的内容 把它总结性的写一下 好 在总结之前 我们先把这个视图的视觉样式呢 我们换回到我们的二维样式当中 视图当中 视觉样式 选择二维线框 二维线框 是不是又变回来了 明白没有 好 在这边把它写下来 我们的重点的几个内容 好 首先面鱼工具 面鱼 它的快捷键呢 是R1G R1G 首先 它是将一个封闭对象 转化为一个面 将一封闭对象转化成一面 第二个我们的一个观察方法 观察方法 它是在我们的视图菜单栏当中 视觉样式当中 里面呢 我们选择一个叫做概念的样式 好 观察方法有了 那么第三点 我们要怎么呢 我们它的一个运算 运算 运算呢 是在我们的修改菜单栏当中 修改菜单栏当中 我们选择叫做实体编辑 里面呢 存在着三种 我们的编辑方式 首先呢 是我们的交集 和并集 交集和并集 怎么选择还都记得吧 我们同时去选择 同时选择 同时选择 还有我们的差级的话 差级呢就稍微要特殊一点了 我们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 例如我们大元减去小元 大元呢减去小元这种 好 所以呢我们要先选择大元 点击确定 再去选择小元 点击确定即可 好 这个呢就是我们的面语的三个重点内容 希望大家把它记下来 希望大家把它记住 这个呢 面语工具 应该说还不是很难 关键是在这边 注意它的一个运算方式 运算方式就可以了 还有它的一个观察方法 好 然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 下面的这两个工具 下面的这个呢 一个叫做表格 一个叫做多行文字 表格工具呢 当然我们都知道 它是来创建出一些 我们所需要的表格 但是这个表格的话 不是可能我们不是像 我们所想的那种比较复杂的 它都是像我们的 Word啊Excel当中 所看到的一些比较基础型的表格 好 我们选择这个工具来看一下 在这边我们可以看到 它的一个简单的样式 也就是上面有标题栏 下面有页媒行 下面是数据行 这一类的标准的表格 好 在这边创建当中呢 我只需要在这边 修改它的行数 列数和它的一个行数 比如说五行五列 五行五列 好 点击确定键 这时候表格是不是就出来了 看到没有 五行五列的一个表格 好 让我指定插入点 也就是说 可以放在我所需要的一个点上 好 点击一下 表格出来了 当然有的人说 我要输入文字了 怎么输入呢 你直接双击就可以了 但是在你输入文字之前 你先不要着急 你先调解一下这个表格的一个大小 然后再来进行文字的输入 因为你表格太大或太小的话 肯定是有点不舒服的 好 什么来调解呢 选中这些表格 选中这些表格 上面都会有一些蓝色的点出现 好 蓝色的点出现了之后 你就来调节这些蓝色的点就可以了 首先左上角这个点 点一下 拖动一下 这不就是在我们移动我们的表格的位置 好 放在这边 然后呢 右上角这个点 点击一下 拖出来 有没有发现它的每一列 每一列都变得比较的宽了 所以调解的是它的一个列宽 好 左下角 你调一下 什么每一行的一个高度啊 每一行的高度 好 右下角这个呢 来看一下 点击 拖动一下 是不是每 它的整体都在进行一个缩放啊 好 当然还有一些中间的这些点 你拖一下 是不是整个一列啊 所以呢 它是单独的调节某一列 或者是某一行 在这边点一下 这边呢 你可以调节这一行的一个大小 明白了没有 所以呢 把你的通过这些蓝色的点 把我们的这个表格的大小 调节的比较的舒服一点之后 我们就可以来进行文字的一个输入了 好 文字该如何去输入呢 非常的简单 在这边你直接双击 你的输入的单元格 双击一次 我们看到 是不是直接就可以在里面写字了 好 但是写字写出来 有没有发现文字呢 有点小 文字比较的小 没关系 你可以选中它 这边是不是可以调节文字的高度 好 比如说调到20个 是不是就变大了 好 确定 确定 看到没有 Ctrl键加回车键上面都会有提示 好 出来了 然后再到这边来调写字 双击一次 再来写出来 文字是不是很小 再到这边 写出来 文字还是很小 比较的麻烦吧 所以你每次都要去改文字的大小 是挺麻烦的一件事情 而且我们看到这个文字还是顶在我们这个单元格的最上方的一条线 对不对 好 所以呢 这些内容我们都需要去调节的 好 调节该如何去调节呢 在我们调节之前 不知道有没有同学有没有发现这个表格和创建的表格是不一样大的 我们刚才所创建的表格呢是五行五列 但是在这边大家数一下123456 带我们的标题栏呢是七行列呢12345列是正确行数是不是多了 为什么会多呢 好在这边我们就一同来看一看他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 好 我们到格式当中 我们这边呢来看一下我们的表格样式 表格样式 在表格样式里面呢 我们可以直接点击修改 修改 为什么我不去新建呢 因为我们在这边已经有了一个 以这个样式 而且我已经将它产生了线条 产生了我们的对象了 就直接来修改一下 好 好修改一下我们看到这边是不是有三项内容 数据列标题和标题 好这也就告诉了我们为什么说我们创建的表格会多两行内容 好其中多的第一行也就这边所写的包含标题行 好你可以看一下这边 我把这个勾去掉 是不是标题行就没了呀 对不对 好所以呢第一行叫标题行 多的第一行 当然如果你不要你可以把它去掉 列标题当中是不是有一个包含页梅行 也就是第二行 也就是第二行好在这边我将他们的大小都稍微的调大一点 因为刚才也看见了文字是很小的 好改成15个 数据行也就是说我们刚才所创建出来的这五行内容 好高度呢我也给他一个15个高度 但是我们看到了这个数据行当中的文字啊 他全部都是顶在我们这条线的正上方的 好所以在这边呢 对齐当中我们将中上改成正中 正中改成正中之后 这些文字呢就开出现在我们的表格的正中间 好点击一下确定 然后呢关掉表格样式 来看一下是不是出现的我们想要的一个样式了 好输入调节好之后 那么我们就可以放心大灯来输入了 好随便写几个 好我要到这边来 有的时候再双击 对不对 这时候你可以点击键盘上的上下左右键 好你看一下 上下左右是不是可以任意的来切换我输入的位置啊 可以任意的切换我输入的位置 明白没有 很简单 当然有的人说那我这边输入错了怎么办 双击一下 双击一下之后 你可以把这个内容改掉啊 全部把它改掉 好很简单对不对 好在这边呢再讲一点内容 因为我们的标题栏当中的内容可能会出现两行文字 为什么呢 比如说第一行我们操作的 比如什么什么的公司 对于什么什么质量检查的一个什么表格 是不是要两行 要两行文字的话 我们肯定希望在我们的这个输入当中我们要换行再输入 好如何来换行呢 不是点回车也不是点table 而是out键 out键加上回车键 看到没有 out键加回车键 我的光标是不是就切换了一行 然后你再输入一下 好 输入一下是不是就出来了 明白没有 好 确定contra加回车 是不是就出来了 非常的简单 所以这就是我们创建一个最基础的表格的一个方式 好 很简单的内容 首先呢 表格创建好了 调节大小 输入文字 把文字的大小再改一改 就OK了 表格就创建成功 很简单的一个工具 稍微的练习一下就可以了 好 虽然比较简单 但是内容呢 我们也把它写下来 巩固一下我们的学习成果 好 表格工具 表格工具呢 首先创建表格 也就在我们的工具当中 工具中创建 好 第二点我们调节大小 我们呢 选中表格 调节蓝色的点 调节蓝色的点 这个点呢 大家自己去试一试 比较的简单 点击了之后拖一拖就可以了 第三点 输入文字 输入内容吧 和修改 好 直接 双击 即可 直接双击即可 第四点 调节大小 和修改样式 调节大小和修改样式 这个时候呢 我们是到格式菜单当中 我们选择 表格样式 来进行一个调节 很简单 第五点 我们表格中 确定键 是我们的 Ctrl 减加回车键 Ctrl 减加回车 好 我们的单元格类换行 Alt减加回车键 明白没有 这五点内容 比较的简单 好 这时候呢 我们刚才看到 我所创建出来的表格 这个样子 对不对 那有的人说 我想创建一个 稍微比较复杂一点的 样式出来 怎么办呢 好 我可以在这边 把它简单的分解一下 把它分解掉 来看一看啊 分解掉 分解掉呢 然后我将这些文字 我都把它删除 把文字都删除 好 然后呢 我把里面的一些线条 会把它随便的删一删 好 这时候我们看到 这个现在的这个表格 是不是就是乱七八糟的 就比较的乱了 好 所以呢 我们就可以 也就是说 这点也告诉我们 其实这种比较复杂的表格 我们基本上都可以用线条 来把它创建出来 但是你用线条创建了之后呢 你就肯定在 在里面双击就没用了 双击就没用了 那么我的文字又该怎么写上去呢 所以在这边 我可以用这边的多行文字 来进行输入 多行文字应该怎么来进行一个使用呢 好 在这边也比较的简单 首先选择文字工具之后 你可以呢 指定一个脚点 什么意思啊 也就是说他需要我们拖出一个文本框 看到没有 你拖出来一个文本框 你就可以在这个文本框当中进行一个输入 好 比如说随便的打写两个内容上去 好 点击 确定 文字是不是很小 怎么办呢 双击它 你就可以将它的大小改大一点 好 这边比如说改到20个大小 确定一下 是不是就可以了 好 然后呢 比如说我想移动到这里面来 选中它 左上角的点依然是移动工具 好 移动到这里面 是不是就可以了 非常的简单吧 好 当然说 那我每一次都在里面操作的话 是不是就比较的麻烦 我每一个里面都要写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要引入到一个叫做复制工具 这个呢 等一下我来告诉你们 复制工具 把它来复制几个 好 复制一个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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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都复制到这里面去 把它复制放在这边 好 复制放在这边之后 比如说我要来进行一个修改了 双击它 双击一下 是不是可以直接将文字的内容改掉啊 直接将文字的内容就可以改了 双击一下 所以是不是和我的表格是一样啊 和表格的操作都是一模一样 非常的简单 好 后面呢我就不改了 非常的方便吧 好 当然呢 拖出我们的文 拖出这个文本框来输入呢 是非常的简单的 写文字谁都会写 但是在文字当中 我们还会遇到一些 比如说特殊的一个符号啊 还有一些比如说机械图纸当中 所用到的堆叠啊 我们都会用到 所以在这边 我框一个框 我们来写几个字 是不是很小 怎么办 双击可以把它修改大 或者呢 我们到格式当中 文字样式里面 我直接将这个高度 我改大一点 比如说改成20个应用 关掉 下次你再拖出来的时候 来看一下文字 是不是就变得比较的大了 对吧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些特殊的符号 该如何去输入 在这边呢 有一个叫做 爱法的这个按钮 看到没有 点开它 这里面呢 就会有一些特殊的符号 特别是我们很常用的 像什么度数 好 正负 还有呢 直径 这个呢 都是很常用到的几个 比如说写一下 30度 正负30 直径30 好 确定 点一下确定 还是Ctrl 先加回车键 因为都是文字的输入嘛 好 但是有没有发现 这边却多了一个问号 多了一个问号 这个问号是什么意思呢 而我们刚才所写的 却是正负 因为我们在这边 这个正负值 它没有完全的显示出来 为什么没有完全的显示 因为在这边 这种字体 它不支持我们的符号 那怎么办呢 可以选中它 把它改成 TXT TXT的样式 好 TXT的这种字体呢 就是专门的显示 我们符号的一个字体 专门显示我们的一个符号 好 确定 来看一下 现在就完全的显示出来了吧 所以如果大家遇到这种问题 要知道怎么去把它改正一下 怎么来改正一下 就是通过这种方法 好的 我们呢 还有一种 比较常见到的 也是我们机械图纸当中 会用的一种 叫做堆叠的方式 好 可能很多人听了堆叠 还不知道是什么样子啊 我在这边呢 我先画一个对象给大家看一下 好 两个百分号加C 这是一个直径的输入啊 为什么我知道呢 你打开符号 度数是两个百分号加D 正负是两个百分号加P 直径呢 是两个百分号加C 只不过呢 我们用的比较多了之后 你这些你都记住了 所以呢 我们直接用的是这种 直接输入出来的 好 直径比如说30 正的是0.01 负的是0.05 然后呢 我在中间 加一个内容 看到没有 出来的这种样式 就是我们所想到的 堆叠的样式 如果是你们 见过一些机械图纸的话 上面这种内容 应该是比较多的 它表示的就是 我们的正负公差的一个问题 正负公差 好 在这边这种正负公差 怎么来操作啊 看好了 拖出文本框之后 你先将你的这些内容呢 全部都 输入上去 好 直径30 正的0.01 负的0.05 好 我们都知道 我们这一串正负值 我是要堆叠在一起的 堆在什么地方 是不是从中间堆起来 所以我在中间 加上一个shift6 也就是你看一下 你的键盘上的6上面 就会有一个这样的倒三角啊 然后你选中 你要堆叠的这一串文字 当然30就不能选了 30 30也选进去的话 30也堆上去了 所以30千万不要选 然后呢 你点击堆叠工具 记住一定要选中 不选中的话 它是不可以使用的 好 选中它 点一下 是不是出来了 非常的简单 对不对 好 在这边的话 我们就可以通过这种方式 将我们的这个堆叠写出来 堆叠的这种 所以我们在我们的文字工具当中 我们知道如何将我们的文字写出来 如何将我们的符号输入出来 如何将堆叠输入出来 就完全可以了 所以在这边记住文字的三种用法 好 我也把文字工具写下来 文字工具 首先第一点我们拖出文本框 进行输入 好 同样双击 修改 双击文字啊 进行修改 第二点大小的话 如果你要改大小 直接到格式中文字样式里面 这边呢可以改的 好 第三点我们的符号的输入 选择爱法 选择爱法 然后呢 进行选择符号 好 在这边有三个符号 如果大家愿意记下来也是可以的 比如说我们的 比如说我们的 直径 它是两个百分号 加上C字母键 我们的度数 它是两个百分号 加上D字母键 还有呢 我们的正负值 它是两个百分号 加上P字母键 这三个 好 第四点 我们的堆叠工具 堆叠工具怎么用 首先将文字全部输入好 全部输入好 输入好了之后呢 在要堆叠的地方 在要堆叠的地方 加上Shift加6键 也就是我们所看到的这个键 之后呢 我们选中堆叠的文字 点击堆叠即可 就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把它操作好 所以呢 这几个工具 我们要知道怎么用 好 这几点 所以刚才讲的这三点内容呢 就是我们工具栏当中 绘图工具栏所剩下来的这三点 比如说 面语 表格 文字 好 在这边我们左侧的这些 这边笔记当中都有啊 如果大家想看 想看的话 可以到侯色.com当中来下载 来下载 好 在这边我们刚才已经把我们的左侧的这些绘图工具栏 已经全部的输入好了 好 讲完了 讲完了之后 当然这些工具是比较的重要的 你们的画图是少不了的 画图是少不了的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刚才呢 我在讲文字的时候 我用到了一个是复制工具 我用到了复制 在这边我们简单的来看一看复制工具该如何使用 也就是说我们的修改工具栏了 修改工具栏了 修改工具栏呢 相对来说啊 比较的简单 为什么呢 因为它主要用在的就是我的对象的一些修改问题上 所以修改的话 也就是说你学会了这些你的绘图呢 可以提高一个层次 你画图的时候也会提高的一些你的绘图的速度 好 先看这个删除吧 因为删除呢 我们已经经常用了 在这边我们以前说的是点击键盘上的delete键 就可以完成 其实在这边有一个这种专门的删除工具 就是它 选择删除工具之后 选中对象 点击确定即可 非常的简单 在这边呢 我就不去多讲了 来看一下复制 好 复制工具 我以后用一个矩形来举个例子 好 在这边我画了一个矩形和一个大的矩形 比如说我想把这个小的矩形呢 复制到这里面来 我可以复制到上下左右这几个点上我都可以 所以呢 复制工具来看一下 首先选择对象 为什么要选择 你不选它哪里知道你要改哪一个呢 选中对象之后 确定一下告诉它 好 我要改它 然后呢 指定这个基点 因为复制啊 它是点对点的一种复制方式 比如说我以左下角的这个点 我挪过来的话 依然拖到这边的左下角上面 拖到这个点上 好 只需要点一下 来看一下是不是复制过来了 就这么简单 好 就这么简单 直接把你复制的点拖到你要复制到的一个点上 好 我如果要复制到这边 我是不是要选中这个对象 确定我就要换成这个点了 对不对 我挪到这个点上来就可以了 很方便 对不对 我挪上去就是左边这个点 复制到这边就是这里的一个点 好 但是这种复制的话我们都看出来 它只不过是一种按照一个某个点拖到另一个点上去这样来用 但是呢 有的时候我们复制的时候需要用到一些距离值 如果你要用到距离值的话 你应该怎么用呢 选中你的对象 和刚才的步骤基本上一样 指定这个一个基点 比如说我想往水平方向复制的话 拖出方向 输入你复制的距离 比如说300 是不是就出来了 和我的直线的操作方法是不是一模一样 对 和直线就一模一样 就像画直线一样 但是你要知道这两个复制出来 我刚才输入300 这里面只有多少 里面只有200的大小 200 为什么 自身对象是100 我画的是100乘100的一个矩形 100的大小 好 如果我想往上方复制 我就往上方拖一下就可以了 往上方拖一下 300吧 300 是不是也出来了 如果我想复制XY轴方向 XY我想同时复制 还记得我第一几课讲的用什么 用逗号键 比如说300的大小 逗号300 是不是也出来了 对不对 好 如果我想复制角度 我想复制角度 按照角度 比如说500的长度 500的长度 shift加小一号 切换的角度 多少度呢 比如说还是45度吧 是不是也到了这边 500的长度就是这个点到这个点 明白没有 非常的简单 非常的简单 按照点复制也可以 按照距离复制也是可以的 也是可以的 好 了解了复制工具 你肯定要知道的就是这个移动 为什么 复制和移动其实是一模一样的 就一点点区别 区别在于移动工具呢 他是将对象直接移走好 移到这边点一下和我的复制是完全一样 完全一模一样啊一模一样 好 比如说我把它复制到这个点上来 选中它不确定 那就应该这个基点了吧 拖到这边 是不是就可以了 如果你想按照距离值复制 依然是一模一样 好 比如说往下面多少300 是不是就下来了 当然这两种我就不去演示了 一模一样的 好 在这边的话 我们呢把这两个写下来 虽然比较简单 但是呢大家也要记住的 很重要的一个工具 好 复制 首先呢复制 快捷键呢是CO键 移动的话 快捷键是M键 M键 具体呢它的一个方法 我就不多写了 太简单了 好 复制和移动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个工具吧 再来看一个镜像 镜像工具 镜像工具呢 我们在绘制一些 对称的对象的时候 对称的对象 你用的就是比较的多的 好 比如说 我画一个对象 再来画一个对象 好 对称的话 对称是不是应该有一条 对称的轴啊 按照哪一个地方对称 好 比如说按照这条轴对称 这个对象 相当于照这个镜子 在这边是不是有一个 完全一模一样的对象在这边显示 对的吧 好 所以你选择镜像工具 首先来选择你要镜像的对象 对不对 点击确定键 好 我刚才说了 镜像的轴也就好像我们照着镜子 这不就是这条线 所以你指定镜像线的第一个点 好 在这边 指定镜像线的第二个点 好 在这里 直接呢 要删除对象的话 你就选择是 不要删除 你就选择否 我在这边直接确定一次 是不是就OK出来了 明白没有 而有的时候如果说 我只是为了得到一个 它对称的对象的话 我就直接选镜像 直接选镜像 我直接点两个点 直接点两个点 确定 也是可以的 也就是说 如果你没有这条线的话 你也是可以做出来 因为它是只需要两个点就可以了 明白的吧 只需要两个点就可以 而在这边 我们来看一个图形 我们来看一个图形 有关于我们的镜像的 好 这个图 首先呢 我们看到这个对象 是不是通过这条轴 镜像过来 好 试一下 选中镜像的对象 确定 镜像的第一个点 镜像的第二个点 确定一下 出来了 出来了吧 很简单 但是有没有发现 别人镜像过来 文字是正义在这边 而我镜像过来 文字却是反的 好 这是为什么呢 我把它删掉 因为在CAD当中 我们的镜像工具里面 它存在一个叫做 系统的变量 星值 好 这个时候 在我们的这个星值 不符合一个条件的时候 它的镜像文字呢 是反过来的 好 这个变量的星值 应该怎么来用呢 你直接输入一个叫做 MIRRTEXT 输入这个进去 好 确定 来看一下它说的 输入这个的星值 中括号里面是1 对吧 中括号里面 我们都知道 它是默认的情况 也就现在 唯一的这种情况呢 我们文字是直接 就是镜像过去 反过来的 而如果把它改成 0 改成0的话 好 确定一下 这时候它的一个系统变量 已经被我们改掉了 我重新来镜像一次 重新来镜像一次 直接呢 做出来 文字是不是就是 直接正立在这边 明白了没有 所以如果你遇到了 有文字的对象的话 你要记住 要怎么来使用 所以呢 镜像工具 我们注意这一点内容就可以了 也是比较的简单 把它写下来 镜像 快捷键呢 是MI MI 好 首先它是来绘制对称的对象 绘制对称的对象 你要知道 好 在有文字的时候 注意 有文字的时候请注意了 好 这时候你直接 输入 MI RRTXT 好 来修改 新值 就改新值 好 这时候有两种情况 一种为1 一种为0 唯一呢 文字镜像 为0的时候 文字呢 也就直接 复制过去 文字直接复制过去 好 明白没有 非常的简单 非常的简单 关掉这张图 好 我们最后再来看一个工具 我们的 偏移工具 好 偏移工具的话 我们好像挺熟悉的 对不对 在什么地方讲过 还有没有印象 我们的构造线当中 是不是提到过我们的偏移啊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我随便的画一条线出来 构造线当中 这边是不是存在一个偏移 右肌选择偏移 好 比如说偏移的距离给它100 选中这条线 过来 是不是就出来了 对不对 而构造线当中的偏移 我们能看出来 它偏移出来的 是不是整条对象啊 偏移出来的是整条 也就是说偏移出来还是一条构造线 特别的长 其实呢 偏移出来特别长 你们画头的时候应该能知道 特别麻烦对不对 因为呢 要删除啊 要修剪的很麻烦 而这边的偏移我们经常用 为什么呢 你看一下 方法是一模一样 好 选这条线 往这边偏出来 是不是和它一样长 这时候就这么一点长 我就够足够了 所以足够的话 我画头就简单多了 是吧 好 所以就可以用这种 方法 也就是说直接偏移过来 方法呢 太简单了 大家肯定都知道 而且这个偏移它还有一点好处 什么好处呢 你再看一下 好 画一个圆在这边 这个圆呢 画到旁边去 画到这边 然后再画一个圆弧 这个时候这边的偏移 它不仅可以偏移直线对象 它还可以偏移我们的这些整体对象 特殊的对象都可以 好 100的距离 选它偏出来 是不出来了 选它偏进去 选它偏出来 选它偏进去 偏上去 偏下来 是不可以 好 但是有的人肯定发现 这种对象 它是不是在放大缩小啊 对吧 为什么是放大缩小呢 因为在这边它是一种保持平行的状态 所以你要保持平行的话 你肯定是要放大缩小咯 要不然的话你移动 不就有产生香蕉了吗 对不对 所以这个偏移工具 大家简单的注意一下 基本上就没问题了 用的是比较的多的啊 用的是比较的多 在这边呢 我就直接写下来了 偏移工具 快捷键呢 是欧字母键 好 两点内容 第一点偏移出来 是原对象 原有对象 好 第二点 整体任意对象 都可以进行 偏移 好 在这边呢 我们这节课讲的内容呢 也还是比较多的 这边三个 这边讲了四个 好 在这边 大家主要还是要将我们绘图工具栏当中的这些工具 一定要熟悉一下 因为它是我们的绘制工具 而这边呢是修改 稍微的注意一下 基本上都没问题 所以大家应该把着重点 放在前面的这些地方 明白了没有 好 这节课我们不讲太多 不讲太多 可能有的学生还题目还没来得及做 好 在这边呢 我们这节课先少讲点内容 少讲点内容 所以大家一定要将我们绘图工具注意 在我们的课程当中 前面几节课里面的内容 第一节课到第五节课里面的内容 希望大家都仔细的试 仔细的去试一试 基本上都可以绘制出来的 如果有绘制不出来的 或者不懂的地方 可以直接来问我 直接来问我 这边QQ的话 还是留给你们的 46379183 所以呢 有问题就可以直接来问我 好 这节课我们就先讲到这边 好 我们下课